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著名的撐警藍絲藝人陳百祥 自從撐警撐到荷蘭水果以後 就不斷有媒體找他做訪問 昨天他在中申社的一篇專訪當中 又發表了一些具有挑釁性的言論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陳百祥首先提到 說香港是一個非常自由 非常能夠讓人發揮創意和能力的地方 只是這一句就已經有問題了 香港非常自由 你說哪方面的自由 是不是愛中國的自由 撐警的自由 吹捧大陸的自由 不是說遊行示威的自由 不是說學術自由言論自由 浪費 然後他還說 香港是非常能夠讓人發揮創意和能力的地方 又是有問題 為什麼呢 現在很多媒體創作人都自我審查 說錯半句都怕抓人封艇 還說可以讓人發揮創意 發揮刷鞋的創意 看看怎麼來得去花式刷鞋 像你那樣 然後他還提到 說只要不犯法 香港一定給你最好的機會實現理想 這個是他在香港七十年的經驗 他的口吻是十足警察 說話就說犯法 不犯法 實情你應該判斷的 是香港的司法是否公正 有些市民帶著那些雷射筆 或者是六角時出街 都被判刑 你不去說這些 他還說 香港一定給你最好的機會實現理想 麻煩他看一下深圳的五年改革方案 說明要深圳作為整個大灣區的核心引擎 總之就算是壓苗助長 都要捧到深圳做第一為止 你整個大灣區九加二其他地方都是襯的 那怎樣來得去實現理想請問 這個還說是他的 下七十年來的經驗 所以陳百祥的人生經驗就是失敗 至於他往事能夠在演藝界佔一席位 就不是他自己本人的成功 而是隨著香港的黃金三十年成時而起 他就是乘搭這班順風車 換轉是他現在才能出道 他能紅得起 接著他繼續說一些依附權貴的事 陳百祥就是所謂香港明星足球隊的成員 原來自從九七之後 香港明星足球隊每年都有參與與解放軍駐港部隊的聯誼活動 陳百祥就說駐港部隊無條件地守護香港 香港人對於這班保護自己家園的人應該是有所表示 實情他真是邏輯混亂 江市說要強調一國 不是強調兩制 既然強調一國的時候 根據香港基本法都寫明 香港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自古以來的領土 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既然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派一些人來看場 應該 那用不著感謝 全中國 每個地方都有駐軍 豈不是每個地方都要感謝他 這是他身為一個國家的義務 你強調一國 所以邏輯是要一致 不能搬龍門 還有 他就說到 說在激進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以後 就開始自發地參加慰民 和支持警隊的活動 他說這些都是為警務人員打氣的 又說要為警務人員說一句公道說話 聽陳百祥這樣說 不知道還以為香港警察是無權無勢 他們是執法人員 掌握著公權力 是拿槍的 你這麼喜歡說公道說話有沒有圍著香港的青年人說半句公道說話 有些在街上問警察的良心跌到哪裏被人追繞了街頭 那些你有沒有幫他說公道說話 陳彥霖事件你有沒有幫他說公道說話 周梓樂事件你有沒有幫他說公道說話 如果沒有的麻煩你收皮吧 你那些公道說話就專門跟那些有權有勢 掌握著公權力的人來講 那些人用不著你幫他說 那些人是要你用公民力量來監察他的 反而那些無權無勢 要社會幫他發聲 又不見你說你那些是公道說話嗎 你那些是拆鞋說話 公道說話真是殺案 另外他還說到 說公眾人物發聲就會令到部分人產生共鳴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會害怕因為發聲而產生的滋擾 他還說明白到世界是不會一面倒的 相信誰對誰錯時間就會證明一切 實情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之前 根本上就不需要再用時間來證明什麼 用常識用良知就已經判斷誰對誰錯了 還要用時間來證明 如果你說得出這些說話就只不過是在逃避現實 根本上就知道自己理規 沒有人撐 所以就說了什麼要時間才能證明對與錯 實際上就是想利用時間 來把原本的歷史事實來洗刷 甚至乎是想篡改歷史 來編造歷史 試圖將一些不對的東西都變成是對為止 到時候你就說時間證明了 誰對誰錯 不要玩這些東西 在互聯網那個世代 所有的直播片段 圖片和新聞稿 全部都在網上傳了 你是不能散改的 人家一抄就找得出來 就不同了 舊底的年代 什麼都依靠主流媒體來報導 總之他報那件事就有 不報那件事就不見天日了 被他隻手遮天了 現在已經不再是這個年代了 不能夠再臭屎物監 每一個市民拿著手機拍攝 就已經是為了歷史留了見證 是不是 這個就是互聯網世代最可貴的地方 市民要判斷一件事物是非對錯的時候 就不需要再單靠主流媒體的鏡頭 他只需要上網就可以找得到 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畫面 所以你說 時間是可以證明到一切 不需要再用時間證明 已經是互聯網世代了 你睡醒了嗎 接著就說一下周星馳 近來有很多媒體都報導 說他之前跟別人簽了一份對賭協議 由於現在就對賭失敗 他那個金主就向他追賭的損失 實情在2017年 有一家叫做新文化傳媒香港有限公司 就跟周星馳簽署了股權轉讓協議 這一家新文化傳媒就以10億4千萬 購買了周星馳旗下公司的四成股權 與此同時周星馳就需要承諾 公司在2016至2019年 下四個財政年度 合計實現的淨利潤要有10億4千萬元 對等的下數額 在2016和2017年 公司就完成了應該達到的淨利潤目標 但是去到2018年 淨利潤就只剩下2億5千8百萬 2019年的時候 還衰 只剩下1億6千6百萬 中間的缺口就接近2億元 其實周星馳在這份對賭協議當中 都是顯得過份自信 四年時間 說長不長 但是說短也不短 這樣去簽署這些協議 就等同於豪賭一局 當時弄武廢 已經搞到窩可 電影院都要關門 賺鬼賺馬 輸小就當贏了 另外 周星馳過往的成功 其實並不在於 他的導演功架有多厲害 因為他發跡那期根本上就不是做導演 而是做演員 他成功之處就是在於 風格夠無厘頭 能夠引起戲院裡面的觀眾發笑買票入場 能夠建立到一種親切感 所以後來有些電影縱然不再是他主演 只不過是掛了他的名字出來做導演 那些影片都是大修的 其實那些人根本上就是彌補以往 沒有辦法親身入場看他電影的遺憾 所以後來那些什麼美人魚 西遊航魔片 伏妖片 其實都沒有他主演的 他只是說自己做導演 那些人都照買票 當然好不好看就真的見仁見智 但是 他不再主演下去的時候 都是會有些回堂 你只看今年的什麼新喜劇之王的票房 比起他以前在大陸上映的幾套低了那麼多 你就知道 除非下一套周星馳的電影是由他本人來主演 否則繼續維持這一種模式 就是說周星馳做導演 然後另外再找演員 恐怕票房會有很大的壓力 另外我還觀察到一件事 就是似乎普遍做喜劇的演員 都不太看得起笑片 當他發職以後 當然要謀求轉型 比如說張家輝也是這樣 他以前拍的 花骨龍與千年蟲 雖然 那時候看起來就好像是爛片一樣 但是 現在看起來都覺得很好笑 是不是 但是 似乎喜劇演員都不太享受拍喜劇 這個周星馳自己也有說 包括他身邊的人也有說 說他原來不拍喜劇 一關了鏡頭 表情就很木納 又或者是馮瑞凡 他說得明是不喜歡做喜劇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 喜劇演員本身就不太看得起 這些喜劇 笑片 反正當發職以後 就當然要自己擔正做導演 拍一兩套 文藝水準比較高的電影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才能完成作為一個演員的夢想 至於周星馳又怎樣 如果下一套電影是由他自己擔正做主角的話 我也挺肯定 他在票房上一定會有所反彈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